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大仙 年前啊大仙给各位小伙伴们 介绍过野蛮之锤中无厌的打野套路 你还别说啊弯起来还真是带感 可不久就被别的强势英雄所取代 4月23日体验服更新中 我们的中无厌再次出现在了更新日之中 本次调整啊 中无厌的123技能耗篮 均取消了随技能等级而增加的设定 改为恒定数值 2技能震慑打击的初始冷却时间也下调了2秒 减少了随技能等级获取冷却缩减的收益 使2技能满及时冷却时间不变 此次改动去年初减少了技能难耗后 又一次以同样的方式对中无厌进行了增强 在我看来本次改动的增强幅度 要比之前更胜一筹 提高续航能力减少技能CD 如此设定下的中无厌呢 与现今版本追求续航 控制与坦度的蓝领打野不谋而合 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中无厌的初始冷量为430点 如果按照一二技能提放为一套组合技的话 两个技能CD赚好就要用 也足够中无厌不间断的释放5次 且不谈吃了5大锤后 敌人还能不能活下来 中无厌没升一级 最大法力值又会成长95点 恰巧就是一二技能一套组合的消耗蓝量 这样的中无厌 你若是能把它蓝完美啊 那你可真是调皮捣蛋小机灵鬼 爱惜一下自己的手机不好吗 总而言之 新版中无厌出了打野刀后啊 武器暗影战斧加极寒风暴两件套 就可以享受无限技能中无厌的快感 大线给你打包票 蓝量绝对用不完 诶 有些人明明有蓝条 能和无消耗的英雄一样乱丢技能 貂蟬小老妹都羡慕哭了呀 此外一并出现在改动名单里的 还有一位我们比较熟悉的英雄司马懿 这是司马懿上线以来啊 首次数值调整 之前狩猎宽刃 改动影响不少英雄玩法 刘备与司马懿将自己攻击距离调整为近战 才最终幸免于耐 虽然司马懿野区表现不计人意 但他强大的爆发伤害 依旧可以在游戏出击 就可以帮团队建立优势 此次改动 司马懿的一技能冷却时间上调了两秒 领体移动速度下调了50点 二技能荒芜之御的伤害成长下调了10点 AP收益下降了 同时二技能的CD减少了一秒 目测一下司马懿的二技能整体伤害下调了近100点 到了游戏中后期啊 对于他的局内爆发力起了不小的限制效果 好在二技能技能CD有所收益 调整后司马懿最快3.6秒 也可以放一次大范围沉没 以往战装平A司马懿 也可以像打完一套就跑的切入一波流玩法继续延伸 具体怎么玩等上线正式服务我们再做研究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以上两位英雄都有了不小的改动 衍生出来的玩法想必也不止一种 你若是有了新套路也可以留言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周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